Hello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今天的视频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很多粉丝朋友来为我 峰哥要到日本打工安不安全呢 什么什么微不危险呢 我想和大家说 日本的怎么说呢 日本这个国家它的法律啊 它的完善程度呢是很好的 大家没有必要操心这些东西 再就是什么 混不会乱 比较会乱 我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出国打工的男女之间的混乱程度 那是太混乱了 朋友们 我说的就是到日本打工男女之间的关系 特别混乱 那你别提了 为啥有很多人到日本打工之后 一分钱没挣到 他埋怨到日本打工工作不好 没挣到钱 三年回国一分钱没拿 我告诉大家 很多来日本打工的 男的还有女的 他们都在他们两个在一起 嘎伙过日子 大家明白啥意思 如果说你没结婚 那很正常 是不是 很正常 你如果结婚了 男的结婚了 女的也结婚了 他们啊 有很多来日本打工之后呢 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 取得了联系 那两个就是在一起 朋友们知道吧 休假的时候在一起 在一起玩 在一起 是在一起住 我告诉你朋友们 都是男的花钱 都是男的花钱 99%都是男的花钱 女的为什么和这个男的在一起 我告诉大家 很多一大幅原因 就是贪图这个男的钱 今天和他要点钱买的那个 明天和他要点钱买这个 很多就是这个原因 你想啊 你是个穷夸奈 谁和你在一起啊 谁和你在一起啊 我真的是闲得没事 我和你在一起住啊 那不可能的 只要是在一起 都是贪图对方的钱 大家明白了吗 99%都是女的 贪图男的钱 都是男的给女的花钱 几乎很少 几乎就没有女的给男的花钱 我身边有没有 有这样 朋友们 大家来日本打工啊 不要为了贪图享乐 贪图 贪图吃和玩乐 是不是 那出国打工就是三年 你有必要吗 是不是 国内媳妇老婆孩子 你对得起国内的 媳妇老婆孩子吗 媳妇在家里边给你带孩子 或者是老婆在家里边 给你带孩子 你自己在日本呢 打工挣不挣钱 也挣钱 但是呢 你告诉媳妇在日本 怎么怎么不挣钱 你自己贪图享乐 把全全画在别的女人身上 扣着自己的良心 兄弟们 问问你自己 你何事这么做呢 是不是 对得起自己的媳妇 自己的父母吗 咱出国打工是为了挣钱的 不是为了享受的 是不是 不是为了玩的 出国打工都是自己的家庭 不太好 为了改善自己家庭 为了让国内的父母啊 或者妻子老婆过得好一点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出国打工 你千万要管好你自己的亏腰带 别把自己的亏腰带给松了 是不是 我就不信了 日本打工就三年 你就管不好自己的亏腰带呀 那比你比你那种 比你那种艰苦的人有的是 有没有像你这种 来日本打工还是自由的 你最后连自己的亏腰带你都管不进 又撒不住 好了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芳 今天说了一大堆没用的事 就是告诉大家 出国打工啊 大家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 咱是出来挣钱的 不是出来玩的 如果大家就是 对我的视频 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是想问的 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圈里边 勾留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